段老師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沈元英之接受博文博採訪時 他的這個訪談內容 然後以台幣來講 今年這一場烏二戰爭之後 台幣從27.5左右直接拉到29.5 今天還收29.4 然後前幾天事實上台幣 還準備要測30塊 然後這個波段日元是100塊左右起扁 扁到最低是131 所以波段事實上也扁了三成 所以日元的扁值 事實上有政治經濟也有金融的效應 對那基本上我認為是說 是因為經濟這個失落了大概三四十年 其實日本目前面臨的50年來 最嚴峻的一個經濟挑戰 其實大家看一下 日本的政策是這樣子 他認為說扁值可以救公司 但是我們從左下角那個圖形 並不是這樣子 那所以要去救公司的話 用扁值的話 那你看日經指數有隨著扁值效應而 提升嗎 似乎好像兩者也是脫鉤了 那其實有一個問題就是 日本長期以來物價實在太低了 我們國人去日本去消費都認為說 日本的物價非常高 不是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說物價如果長期這麼低的話 就會影響到日本的工資情況 工資又會影響到公司企業的獲利 所以這個就是變成日本企業的兩難 所以因此我們來看一下 日本經濟研究院他編列了這個匯率的理論上面的值 其實大家如果看一下左邊那個圖形的話 是往下是貶值 往上是升值 那其實在去年的8月份 我們就看到綠色的曲線 那個是日本的財政赤字 那個就是進出口的已經開始惡化了 開始惡化之後的話 那個均衡匯率就已經開始反轉了 反轉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開始看到一件事情 日幣對美金就開始在走扁的路了 那走扁路的話 我們看比較理論上面的一個指標 大家都會很關心的 就是這個有效匯率指數 那分明目跟實質 其實實質有效匯率指數的話 是加進互相兼貿易的物價 所以日本目前國內的物價 是比較弱的 國外的物價是比較強的 怎麼說 如果這個R11R如果超過100的話 代表這個國家的貨幣是具有強勢的 如果低於100的話就非常弱勢 所以如果我們用五個國家來看的話 我們現在看到這五個國家 這個基本上就是有台灣 如果明目匯率 明目的這個指數 是高於這個實質有效匯率的話 這個國家可能會走扁 現在目前看到這五個國家 唯獨日幣跟台幣的話 是有這個情況 所以亞幣是不是會有一波的貶視 但是看起來 也就是說韓國跟台幣 還有韓環台幣還有美金部分的 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這三個國家是超過100 超過100就是這個 它這個國家的幣別是比較有價值的 如果低於100的話 那幣別都是非常沒有價值的 裡面看到歐元跟日幣 那基本上我們就看到了 就是美元指數裡面的成分最多的 那就是歐元跟日元嘛 這個幣別到底會不會升 還是扁也牽扯到各國央行 到底會不會隨著美國 互相盡情去升息嘛 如果你這個國家不升息 那你的幣別絕對是走扁 看一下所有的國家 唯獨日本啊 這個國家還在購債啊 那購債就是貨幣寬鬆嘛 所有的國家都有各國的時程的話 都在升息的階段 唯獨日幣啊 日本的政策是貨幣寬鬆 那它勢必一定要再走一波 貶值的這個巡返頭 以今年來講 如果美國的聯準會一路升息上去 那有些人說年底的 這個目標的利率拉到2.5% 有些人說3% 但是不管幾%跟日本的0%比起來 那個利差就很大 非常非常大 那簡單來說 這個用那個理論上面的匯率去看的話 很多人是看不懂的 我們用單一的這個物價去做比較 我們看大麥克指數 最精準的啦 那當然有很多人去批評 大麥克指數是以美元為中心 其實最近大麥克指數的話 他也調整用GDP來做調整 但有些國家 因為他是貧窮國家 他賣一個大麥克 可能賣的非常便宜 因為他的人工非常便宜 所以我們看下面那個大麥克的那個圖形的話 就可以非常清楚 可以看得到 也就是大致上啊 美金不會這麼被低估啦 但是問題是我們把GDP加進來之後 就可以看到一些新興國家的話 已經出現在高估的情況了 所以他勢必要走貶值路 所以如果說我們調整成 用日幣為主的話 為中心點去調整的話 那個藍色的那些點的話 就代表說那些 畢別有被高估的情況了 那高估的情況的話 那似乎好像有點顛倒的情況 也就是美金在上面 那麼日幣又在下面 我們台幣更是被低估 所以大麥克指數是不是有問題 當然有問題啊 我們來看一下星巴克指數 可能會比較準確一些些 這星巴克指數的話 也是投行他編製出來的 那我們看一下說 日幣啊現在星巴克指數啊 他在美金的 也就是美國地區所賣的那個 星巴克拉丁一杯 是變得比較貴 也就是說他日幣地價 就是如果你在東京 喝一杯星巴克的拿鐵的話 從現在的日幣換算成美元 你要付的錢是4.49美元 那但是紐約現在只要4.3美元 是 所以日幣要不就定價太貴 要不就是日幣要貶值嘛 所以才會去接近美國嘛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假設如果你要這個買飛機票 跑到國外去 這個吃一個大麥克 或者是喝一杯星巴克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這個是傻事啊 但是有很多人會怎麼做呢 會買一張飛機票跑到國外去買iPhone 怎麼說我們看一下iPhone指數 這iPhone指數的話 也是由這個投行去發的 其實iPhone指數的話反映了一點 有沒有看到美金是在最下面 美金在最下面的話 代表美元被低估 怎麼說 也就是說iPhone它具有頂尖技術 而且它未來具有主導性定價權 應該也就在這些高科技的公司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也就是日幣啊 也就是說你跑到日本去買一台iPhone13 那一台機器的話 日本是比較便宜的 那比較便宜的話 那它的指數是高過所謂的 這個美國買的iPhone的指數的話 那基本上在美金之上的 所有的幣別全部都要貶值 那這一波看起來 這個似乎是比較準 為什麼 比方說土耳其幣啊 還有一些新興國家幣別都出現了 所以是不是這一波 用這個iPhone指數來看 就是比較精準一些些 那我跟你討論一個問題 老師你剛剛秀的 都是iPhone指數 或者星巴克指數 它事實上是一個消費的評價比 可是這一波美元走強 原因很簡單 第一個叫做打仗 打仗有些時候 有些錢就會怕事嘛 覺得爆美元比較安全嘛 那第二個事情叫美國升息 我現在去做美元定存的利率 比台幣高耶 所以我如果是定存足的話 我就會覺得 我去做美元定存 我光是利差也是挺好的 而且它的升息 可能是一個長期的趨勢 6月可能在升 7月可能在升 9月可能又在升 我三個月後做的那個利息 可能更好更漂亮 對啊 所以現在你要選的利率的話 應該就是機動利率啊 因為這個這波升息循環的話 恐怕不是兩碼三碼可以解決的 這是要走到八碼的事耶 所以八碼的話 我想整個金融機構的話 都要翻一波啊 利率 因為這個美金的利率的話 可能在台幣的部分的話 可能價差就會出現 我們台幣也有可能會走一波貶值潮 每個黑號碼 都要給予